好 经济的议题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的是中国被降频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目的宣布 下调中国的评级展望 从稳定降到负面了 但是维持A评级 预估明年中国的GDP是4% 到了2026年会再降到3.8% 原因是中国的房产市场持续萎缩 在今年前11个月 中国大陆百大房产的企业总销售总额 比去年大跌了14.7% 另外中国的青年失业持续恶化 中国明年会有1000万名大学毕业生 进入职场又是新高数字 这是连续三年 中国的大学毕业生突破1000万人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上周二才亲自走访上海保障性租赁住房 以及期货交易所等金融机构 大谈改革开放 被外界视为提振经济信心的积极讯号 但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目的却不买账 周二宣布下调中国政府性贫展望 从稳定降至负面 调降的原因包括预测中国 未来几年经济成长率将减速 明年与后年放缓到4% 2026到2030年的平均基金成长率 再降到3.8% 而出生率下降等结构性因素 更会让中国经济增长率在2030年之后 放缓到3.5% 此外持续萎缩的房地产也导致相关金融 与财政风险不断增加 尽管目的人把中国政府的总体信用评级 列为A1 而被降低的信用评级负面展望 并非表示未来将快速降级 只是对现有评级可能无法持续的一种警告 中国大陆股市当天全线下跌 四大指数跌幅都超过1% 上证指数失守3000点关口 人民币汇价也创下一周新低 连香港股市都大跌超过300点 只剩下16228点的指数 再创今年来新低 面对市场惨淡 资金大规模逃亡 北京当局赶忙出面驳斥 中国财政部回应表示 中方对目的的决定感到失望 中国宏观经济持续恢复向好 目的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 财政可持续等方面的担忧 是没有必要的 这并不是目的首度调降中国的信用评级 2017年时 包括目的与标普两家国际信用评级机构 不约而同都把中方降级 但由于中国很少向海外或国际机构贷款 因此信用降级对财政产生的直接影响 可以说是为乎其为 但目的点名的房地产熄火问题引发市场共鸣 因为房地产不但与民众和投资者息息相关 更占了中国GDP组成的三分之一 影响面大 尤其当前大陆房地产的颓势还看不到一点曙光 有统计发现今年头11个月 内地首100大房企销售总额 按年跌近一成半 有调查显示 内地头11个月累计销售额过千亿人民币的房企减少 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1到11月 大陆前100强的房地产企业 销售总额为5兆7379亿元人民币 比去年大跌14.7% 其中11月的销售额 更比去年同期跌了29.2% 跌幅正在扩大 此外百大房地产企业 有超过六成都出现销售下跌 能达到千亿元人民币销售额的房地产企业 只剩下16间 比去年少了三间 但北京当局面临的障碍 可不只有房地产与相应地方债务所带来的风险 当前已经被当局盖牌停止公布的 青年失业问题正持续恶化 2024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 预计达到1179万 同比增加21万 明年进入职场的大学毕业生将再创新高 这已经是连续三年突破1000万 应且毕业生坦言 校内外求职竞争都很激烈 从学院而言 还要跟其他学校 其他学院一起竞争一个位 由实习开始 已经是很紧张 已经很难去找一个 合心水的纲位 和学到的纲位 就不要说毕业了 毕业就更加焦虑了 对于文工 为了防止大学生毕业及失业 影响社会安定 大陆教育部与人设部 罕见的周二在北京开会后 向各大专院校发出通知 要求做好新一届大学毕业生 就业与创业工作 除了要帮助学生增强 就业能力与机会之外 甚至鼓励毕业生应征入伍 从解放军小兵做起 在当前经贸环境风险越来越大 北京当局却越来越多的盖牌 与不透明等情况下 市场对这个犹如闷锅般的投资标的 信心恐怕正逐渐丧失中 TVBS新闻综合报道